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名字叫余云飞 我出生在中国的上海 现在是在光影照明设计任资深的照明设计师 我在大学的时候学的一个专业是环境艺术设计 它其实是偏向于一个室内设计的 会进到照明这一行也是一个非常巧合的机缘 其实我从是进了这个公司以后才接触到灯光 然后在这个公司学习和就是学习灯光设计 包括成长都是在现在这家公司里 其实我们公司主要其实是以做酒店灯光设计比较多 然后可能跟我之前学的专业也有关系 我之前学的专业因为是偏向室内比较多 所以我这边的话主要的对应的工作 还是以室内的灯光设计照明为主 对 就是其实就像现在我们的一个科技 它是发展的越来越快 其实在中国基本上我们出门就靠一部手机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在之后的就是照明的领域方向 它肯定也是会科技的运用会越来越多 就是像其实在现在就物联网的技术 它已经是运用在办公和商场里面 包括像国外有一些超市 你拿一个手机APP 它就可以帮你定位到你需要的一个产品的它的一个位置 它其实就是通过那个APP它连接到了一个灯光上的一个芯片做的一个定位 包括在以后就是像科技的它的一个兼容性它会越来越大 所以它可能会它会也有那种自主学习的一些根据你习惯动作的一些分析 它会根据你的需求它提供给你 你那个时候它你想要的一个灯光的一个体验 就是不用说我要再去手动的去控制或者是操作 可能只是说我做一个习惯性的手势 它就可以自动的去切换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去提供你你想要的一个照明 包括以后在可能城市的一个灯光运用上 它可能也可以更大范围的去去做一个 就不是实际上说只集中在某一块地方的一个秀 它可能是一个城市性的一个秀 都可能会可以实现 就是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心觉条件的话 其实可能比较想做一个灯光的一个装置艺术 它是一个比较集成科技性的一个装置艺术 它可以根据气候的一个变化 它有一个反馈 它根据一个周边的情绪的变化 它会有一个反馈 然后它会根据就是你 你跟这个装置的互动 它可能会有一个反馈 它可能说它不是一个静态的一个装置 它可能说它包括会有一些机械的动作 然后加上灯光的动态 它会是一个非常女人的个性化的一个装置 它可能说它可以在一个城市的广场上 在人流比较多的时候 它可能说只是做一个提示性的一个 包括像气候啊 交通环境的一个提醒 但是如果说像是在休息的时间 有人聚集在它的周围 跟它做一个互动 它可能会根据你跟它做互动的一个频率 它会有一些比较人性化的一个反馈 可能说你跟它互动多了 它会觉得烦 然后它会不理你 这样子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装置 或者如果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 我想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其实我们每一个做的项目 都是非常用心的去做的 然后如果说从中间要选一个的话 是苏州的一个万豪和万力酒店 因为他们这个酒店 它是在一个景区内 但是它是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 一个是度假性风格 一个是商务性风格的一个酒店 但是他们其实从设计开始 他们都是同步进行 它是同期开始做设计 然后包括是同期结束 同期调试的 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下 它既然是不同风格的酒店 但是它又处在同一个地块上 所以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是一个是要保留它原有的一个 它的一个定位 但是我们要把它的风格要区分开来 所以在整体的做外地面的设计上 我们是选了一镜一栋 然后一明一暗两种交相呼应 在一个地块的两端的一个设计 包括像整体的后期调试 可能TramiAway也是同期进行的 所以就是可能说前面一天 就在度假性的酒店调试 后面一天在商务性的酒店调试 这个是对我在现在 就是工作遇到的项目里面 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 是面初心大师 因为是他的一个设计理念 他是觉得所有的设计师的一个灯光灵感 都是应该取决于自然的 就是来源于自然的一个灯光 就是灯光设计师 其实是把光和影做一个平衡和反差 因为是我在入行的时没有多久 我们领导师有推荐我去看他们 就是LPA的一些杂志 是我在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 我是会发现 他们所有做的一些灯光 它都是融入于它的材质 它的环境里 它不是一个独立割裂出来 会让你觉得很出挑的一个东西 它都是非常的就是跟整个环境 就是像自然而然融入在整个环境里的 一个设计效果 所以这样的效果 是我现在一直就是在学习和努力的一个方向 遇到最大的挑战的话 其实还是那个沟通和传达的问题 因为其实在我们项目上 就是我是有各个环节 然后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顾问 但是其实灯光在整体的一个表现上 它会把你好和不好 它都会表达出来 如果说灯光做的不好的话 它其实会暴露出很多一些 可能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 所以就是在整体的过程中 就是能够准确的去传达 我们的设计的一个方向 和到现场的一个实施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但是可能说有一些 因为现在可能说顾问公司是在一个城市 但是实际的项目现场 它会在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它会有一个沟通 沟通理解上的一个差异 包括也会有一个实差性 甚至于各个顾问之间 它可能说它的理解的前后 它也会有一个差异性 会导致最后落地的一个效果 会有出现一些偏差 虽然有一些问题是到现场是可以去后期弥补的 但是有一些问题的话 它其实因为现场的硬性条件 它受到了限制 但是前期可能说没有沟通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它就会导致现场会有一些遗憾和缺失的存在 对 其实就是光是生命里面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 就是光对我来说 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幽暗通道里前方的一个方向 就是会让你非常有安心感 然后有力量去往那个方向前进 不管是顺还是逆 就往那个方向走下去 其实在我看来 就是从工作能力上 就是在女性跟男性 他们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就是在可能在另外一方面 在家庭的一个责任分工上面 可能说男性的承担的一个责任是更重的 所以他们整体的一个事业比例 他们会更重一些 但是女性的话 它是会去平衡家庭跟事业的一个关系 它可以为家庭去放弃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机会 然后来平衡这两者的关系 因为毕竟他们是一个相互性的关系嘛 肯定是有一方偏重和一方做平衡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像现在的科技的一个发展会 以后会有VR或者是全息啊 这些的技术越来越完善 他可能说会帮助女性去 我不用离开我家 可能说我在我家里就可以办公 但是我可以去到项目的现场 会的现场 讲我的理念或者是我的方案去做汇报 这样子其实会更好的去平衡 他的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是觉得女性做灯光的话 它其实会更加的细腻 就是因为灯光它有技术性和艺术性 两个部分组成嘛 其实女性的话 它可能说片中艺术的比例会更多一点 它可以从一个点一个小点 它去完成一个整个面的设计 所以它往往它的设计里面 它会有一些亮点的存在 就是成为这个整个作品的一个点睛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女性在做设计 不管是哪里的设计师 她其实还是要保持自己去 想做设计的这一颗心 谢谢 很棒 谢谢 谢谢 谢谢